藉由关怀据点的成立 希望能够为老人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台南后必乡由居民组成的老人志愿服务队 由老人照顾自己的出兵衣的老人家 发挥邻里兼原有的守望消策精神 这些方便又贴心的方法 张美雪是背后默默的推手 这中间我们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据点 其实在我们社区35%以上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是自己一个人 因为另一半离开了 平均年纪可能有差不多7、80岁、75岁以上 这社区是一个很典型的能够老化的一个社区 然后他们需要陪伴 他们需要我们来关怀他 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相对的我们成立这个据点 其实就是要让老人老大人 他们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这一点让他们生命力在线 这是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一份工作 然后我们台南市社会局 他有在帮我们这样的规划 然后让我们顺利申请到老人关怀据点 所以我们成立之后 就在6月1号政治成立 老人关怀据点其实我们包括做的很多事 第一每天固定就会用志工来照顾志工 就是老人家照顾老人家 每天我们会来量水压 然后有一些不方便的人不能来关怀据点 我们就会居家服务 然后我们都是用直接医化上去之后 每个医院都知道我们的每天这些老人家的水压的变化 只要你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看着水压的变动 然后接着呢我们用访查 访查当中呢我们可以去看他本身 平常没出来的这些老人家 他的本身的在居家的一些情况 让我们很放心 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关怀据点里面呢 我们有牵道簿 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本牵道簿 他每天几乎都是要那个房市服务跟凉水压 这是我们这些志工一定要工作 那清洗一到清洗五 他们就会轮流拍班来做这一些事啦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关心到这些老人家 然后这些老人家 他们有被关爱的感觉啊 他们才会很珍惜生命 然后他们也会受到尊重之后呢 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 其实存在的价值这样 然后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 关怀据点的成立之后的带动 然后现在呢我们还有老人共餐 刚才呢大哥有说老人共餐 其实就是说我们每清洗一到清洗五 我们都会让老人家在这边共餐 然后我们还规定他不能带回家吃 为什么呢 我们希望他们在这边有大家庭的感觉 然后在吃饭当中闲聊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让他们走出来 走出人群 然后心境会改变 心境就会跟着改变变得快乐 为了照顾超过总人口10%以上的老人 一起共餐 希望老人吃饭不孤独 用凉血压来关心老人的健康生活 在原本生活的社区中得到了适当的照顾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运用社区既有的老人来照顾老人 让他们更受到社会的肯定 18新闻王天伦许建议台南采访报道 暂常 小经典 当心